提到妈妈 大家都会想到 爱 温暖和一个家里的支柱 然而我们也都知道 妈妈总有一天会老去 这个时候 爱 温暖和支柱 又该怎样转换呢 她是陈彬强 她的妈妈因为严重的老年痴呆症 被陈彬强用一根绑带固定 时刻带在身边 这跟绑带和陈彬强的年纪一样 38岁 她记录了一个妈妈 对儿子全部的爱 小时候妈妈用她来背着我 现在我用她来背着妈妈 每个母亲都 愿意给自己的子女最好的 现在我也愿意尽我所能地去照顾她 陈彬强的妈妈陈月光 今年64岁 六年前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在陈彬强八岁那年 父亲因车祸去世 妈妈独自一人抚养三个儿女 也许是生活的磨难 让妈妈过早地患上了痴呆症 这让陈彬强一直深深愧疚 直到有一天 妈妈擅自出门 再没能找到回家的路 被送进了派出所 这让陈彬强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要时时刻刻看护着妈妈 他要带着妈妈去上班 我母亲刚开始犯病的时候 就是她的神志还没有那么糊涂 也有的就是我的阿姨 舅舅他们问过她 把你送到金老院去好不好 她想了想 她说我要跟儿子在一起 所以听了这话 我当时就流泪了 我宁可自己苦一点 我要把她带身边 陈彬强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他教书的学校是距离浙江 盘安县城三十公里的冷水镇 每周一个来回 五天都是在学校度过的 上班路上 为了母亲的安全 陈彬强翻出了压在乡底 多年的那条绑带 把自己紧紧地和妈妈绑在了一起 这也是他们生命中第二次紧紧绑在一起 从家到学校三十公里 陈彬强把校道洒给了一路风景 留给了沿途的村庄 冷水镇中心学校的校长 为陈彬强特批了一间宿舍 以方便他照顾母亲 陈彬强说 自己是一个必须要跑着走路的人 这张作息表填满了他的安排 上课和照顾母亲彼此交替 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因为母亲完全失去语言能力和主动行为意识 没人照顾 无法独自完成 吃饭 穿衣 睡觉 每天晚上九点 陈彬强要服侍母亲睡下 凌晨一点要帮助母亲上厕所 清晨五点 他要赶在师生的前面起床 将母亲的房间打扫干净 清理大小便 自己和妈妈洗漱干净后 开始一天的教学 一开始也觉得不知道怎么搞好 但后来时间久了嘛 也就习惯了嘛 一个大男人独自照料母亲 种种不病和辛苦可想而知 万事开头难 一切困难都在时间的历练中变成了习惯 母亲不会说话 但是看着她对自己的依赖和开心的表情 就是陈彬强最知足的时候 她也许不认识我是谁 她也叫不出我名字 但是她一定是知道这个人对她好 我想只要这样就够了 陈老师的学生很长一段时间并不知道老师的情况 有时呢为了照顾母亲嘛 然后带小病啊什么什么 然后有时脏到衣服上 都还不知道 然后来上课我们前面的同学闻这种味道 然后才发现的 老师说问我们怕不怕脏 然后我们说不怕脏 因为这是爱的味道 有妈妈的味道 然后我们就这样说 老师当时就是眼泪都快流下来的那种 那个为了一家人操劳一生的母亲 老了 病了 如今在陈彬强的眼里 妈妈已经变成了自己另一个孩子 更需要她竭尽全力地呵护 虽然我这么尽心地照顾了 可是她还是一天比一天糊涂 但是正因为如此呢 妈妈更需要我的照顾 孩子是可以等的 可是我妈妈没有时间等 有请陈彬强 有请陈彬强 大家一定都注意到了 陈老师走到大家面前的时候 手里拿着那根绑带 给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绑带 它除了妈妈背着你 还背过谁吗 它还背过我姐姐 我妹妹 那么这根绑带应该是 把三个孩子背大了 我们看到在你照顾母亲的这些年月里 流了很多汗 有没有的时候 一个人的时候会流泪呢 有时候 看着母亲 好像很孤独很无助的样子 心里就挺想流泪的 你妈妈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 对 就像孩子一样 非常的天真 你做了这些事情 你做了这些事情 再站到讲台上 面对学生的时候 会对学生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学生有没有直接的 跟你谈过 很多学生在周记本上 在作文本上呢 他们都 写这么一些话 就是说老师 我非常的佩服你 那么 以后等我的爸爸妈妈老了 我也会学你 像你一样 多陪陪他 所以我听了这话呢 我就感到非常的欣慰 我们知道你是 很少出远门的 那么这次到北京来 出远门 谁来照顾妈妈呢 把妈妈交给谁 你能放心呢 我交给妻子照顾 这几天都是妻子在照顾的 其实你们的全家人啊 都在为妈妈尽孝 对 现在你的情况 和我们在刚才短片里看到的 也有一些变化呢 有 现在 领导呢 对我比较关心 那么各级领导都比较关心 现在呢 已经把我的工作单位呢 调到了这个 县城的这个学校 调到县城的学校之后呢 我不需要 可以让孩子看一下 我想当这个绑带 传到你孩子手里的时候 他也一定会非常真实的 谢谢你 谢谢你 面对 这种中华民族 今天妈妈的记忆走远了 但爱不会 他在儿女的臂膀上 一代代传承 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 陈宾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